据说这些生肖的婚姻会特别幸福,婚姻是靠两个人共同去打拼的,把事情全交给其中一人,那是万万不可的,需要两口子共同去经营,这样才能够引来富贵的人生。 现在一起来看看,夫妻中有一人是什么生肖,注定富贵又有福,后代有望人才被出呢,夫妻中有人属龙,属龙的人,如果经商的话会有意外生活,他们注定是大富豪,金钱人分身后,算命的说,如果夫妻中有一人属生肖龙,那么有积极,有抱负,人逢喜是精神爽,生意越做越大, 飞黄腾达,万事如意,财心高涨,做小富贵,喜却叫不停,好运上门,大富大贵,红红活活赚大钱,夫妻中有人属猴,属猴人聪明大赌,机灵多萌,能够及早亏奸良机,于属猴人做夫妻之后,财力自然会带到家里,两人都不缺钱,更不缺好运气,属猴人天生会疼人, 什么事情都回忆着自己喜欢的人,虽然看似他们不怎么擅长和人交流,但为人稳重踏实,结婚后也会让另一半,安全感十足,只有这样的家庭,外能够很好的左右逢人,没能够稳重家庭重心,这样的家庭能不富有吗? 夫妻中有人属猴,属猴之人最大的特色就是天分比较达官,他们历来不会因为一时得失放式斗志,天生乐观开朗,总能给一家人带来斗争的动力和期望,有他们在家,必定子女后复深沉,前途广阔,还能见数量多,如果夫妻中可以有属猴的人, 那么家中运势,比定一年好过一年,夫妻两人才气亨通,越老越旺财,富有双全,一辈子什么都闹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